等半天了吗 没有 每一个动作都包含着 慈母般的爱和关怀 慈激之功任盈和李金旺不是母子 却因为慈激每月艺术性的助学陪伴 种下了深深的缘分 我觉得可能都胜过我自己的亲生儿子 虽然我的儿子没有了 但是我就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爱 我都倾入在他的身上 任盈的孩子因为意外往生 李金旺弥补了这个遗憾 这一天是他去唐山学院报到的大日子 任盈与先生带着满满的爱 要来陪伴注册 车票难买 夫妇俩就伤寝置功 一路开了三个多小时来到唐山 从灌洗用具小到指甲剪 就怕孩子的就校生活少了什么 千叮零万交代 一定要懂得照顾自己 来自一线偏乡贫困家庭的李金旺 呱呱落地时 母亲就离开了他 从前只感受到爸爸的爱 现在终于也能感受到 妈妈带给我的爱 慈禧家人给我的爱 因为爱 李金旺的人生路不再孤单 也给了他勇气 拥抱崭新的生活和挑战 大约新闻真上美之工 王云秀 齐济生 河北报导 好